喂 晓妮 我这边还没忙完 估计今天晚上回不去了 我看这天也不好 马上要下雨 你今天就去爸妈家吧 不然我不放心你 好吧 那你自己当心 过夜礼包在身边吧 当然 在车里的 放心吧 那你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拜托 我那 follower 不是 我老天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点这个 这又是暴雨又是降温的 这小鸡一个人在外面 不会感冒吧 男人嘛 吹点风 强壮体格 淋点雨 断裂心智 小鸡稳重又担当 不用担心 他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说得这好听啊 那你怎么不出去 零个隔八小时 也磨练一下坚强的心智呢 我这把老无头就算了 你 我要是 是吧 折腾病了 这 你俩 不是跟着受累吗 是的 不过说实话啊 我觉得小记者还真不错 我跟你爸都特别满意 是不是 就你俩这关系 没曝光之前吧 我真担心 我真担心你这工作受影响 那时候我天天焦虑了 我都睡不着 但我不敢跟你说呀 我怕你嫌烦 不会 可不嘛 就你俩的事 被人知道的那会儿啊 你妈面子上看着啊 挺淡定的 可实际上啊 差点进ICU了都 你盼望点好事也行不行啊 我幸亏啊 曝光的就是你俩的恋爱关系 没人知道你俩领证了 你们要是知道我俩真的还没念证 就不是现在的态度 但我觉得小记真是靠谱了 你看他为了保住你的工作 宁愿自己调到县城里去 我们当父母子 要知道有人能这么全心全意地照顾咱们的女儿 所有的担心啊都烟消云散 说真的妈 我以前就只觉得我们两个互相喜欢 互相爱着对方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才知道 我不只爱他 他也是真的值得我托付重生的人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吧 只要我们俩一起 肯定就都能解决 像你们聊两口一样 我们的女儿长大了 我怎么突然听了觉得有点挺伤感的呢 行了 你那眼泪啊流着婚礼上流吧 对啊 你们这婚礼怎么着了啊 不是 这领证都大半年了 以前是为了怕耽误工作 那现在是不是我能有点盼头了 确实有点忙 没时间 他刚掉到县里嘛 那是除了上班跟睡觉的时间 都用在路上通勤了 我没这个精力 再等等 再等等 他在那个县城里 你什么时候他能调回来啊 要不是来回折腾着多累得还 对对对 嗯 反正问题呢 迟早都会解决 就是看时间 等解决好了再跟你们俩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得加个班 出了点事 你们俩早点睡啊 那 拿着茶 嗯 我再给你添点吧 不用不用不用 哎呀 一说这个就跑 求婚都没时间 还办婚礼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没有呀 这么美好的夜晚 当然要用来加班啦 胡经理 看起来挺忙 你不也一样嘛 主要是因为静姐 她回应三个多月 现在越翻了丽雅 正好呢又赶上 她转总经理的关键期 至少需要两个大项目 来做背书的 那小徒我肯定要帮忙忙 多找一点客户了 那正好 我呢也得赶一个报告 那咱俩一起呗 嗯 我们互相陪伴 你光偷看我 认真一点 嗯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啊 好 我这就是 那一瞎 我走 ней abras 你不看我 我又回来了 我 你早就的 你早就去 你早就 ت夯 我去 你早就去 我 我 我 你早就去 我 你早就去 你早就去 的温热 平行的风中像穿了吻 焦急着散光泽 让人雕刻 美好的轮廓 为你将所有快乐定格 催念成卷有的歌 知道吗 我想你 支持着吗 好好睡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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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